哎呦哎呦哎呦 走 衣服裤子换点好不好 救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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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我有吃了手票 你先听我话 我等会儿看一下妈妈能让你吃 妈妈说可以吃 我们就吃好不好 妈妈说可以吃 我们就吃好不好 爸爸先这样吃吗 我做不了主啊 哈哈哈哈 你爸爸太可爱了 我做不了主 以前肯定就是吃对吧 对吃吧 没事 没事 有事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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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俩人一直在重复 有事 说呀 哈哈哈哈 说呀 说呀 有事了 又来了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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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忘了 他最后就忘了薯片的事了 对 可以 这方法挺好的 给他吧 先洗个澡给他 往上坐 往上坐 我的鞋出来了 爸爸 我有薯片了 回来了 刚说忘了 你再不要说薯片了 你吃病才好 妈 我有记着 你开国际玩笑了吗 在这儿 去玩笑 妈妈 我要吃饱了 妈 去看一下 没吃饱 吹口哨 你好悠闲 他这会儿好了吗 那种 有点害怕 我害怕他给拧开了 啥 这 气没放完 对 心急的人就容易 是这样子吗 是这样子吗 这个 能到处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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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锅开也打不开 饿了 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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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了 爸爸的气放屌 这往外喷叨了这个 马亮合 还跟你说吗 哦 好 爸爸 爸爸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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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上跑了 锅有问题 还在冒泡 我的妈呀 惨弄 惨弄 惨弄等一下嘛 马上开了好像 开了 终于打开了 开不容易 去放完了 走 爸爸 这是好吃不吃 爸爸做的 你觉得好吃不吃 有有有盐放了 大家知道放盐 好了 走 你尝一尝 过去尝 我们到那边吃去吧 快快快快快 赶紧过来 坐这儿 快快快 你吃呀 我吃 感觉又做的有点多了 红烧稀饭 对 好吃吗 好吃 哎哟爱的嘞 嗯 就他病了还是特别能吃 就他胃口真的太好了 哪里要终于吃了清淡的了 对 突然间从大羊肉 一下到稀饭了 难得都清淡 你是不是已经咬太多了 今天你再少吃一点 嗯 你看 你就彻底吼了 好 你吃最后这一口行 好吧 好了 我吃了 好了 不吃了 行了 你胃还没那个好呢 好呢 谁做的好吃 谁做的好吃 爸爸做的很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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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给你面子了 他给你面子了 妈妈真的 好儿子 会吃 好儿子 好儿子 等一下 你好 我的快递吗 嗯 来 来来来 哦 这么大 是啥 宝贝 宝贝 那你过来看一下来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啥 哦 哦 马力奥 你看一下这啥东西 你去买太多了吧 因为他病了 哦 哦 小气客 嗯 低级鼠排骨 消防车 哇 哦 爷爷买这么多 这全都是玩具啊 对 我也想要这种爷爷 我好病啊爷爷 你卫生病了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我们都拿出来嘛 一一片 放这儿放这儿 一会儿我们看 都都啥东西 啊 啊 电话响着我的 哦 哦 爷爷 爷爷 你给我买个旧的 这个 学的爷爷早上 你请你买 爷爷 爷爷 这是爷爷给我买的吗 喂 爷爷 你买的 怎么样好点的吧 好啊 好啊 我穿啊 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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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爷爷 我有点咳嗽 我们家的地址是 哈哈哈哈 爷爷 我爱你爷爷 我爱你爷爷 爷爷爱你 爷爷对他的孽爱可以达到这种 要什么给什么 就是玛丽奥如果要星星的话 爷爷会去给他摘星星这种 就是特别宠爱他 爷爷回去看你啊 爷爷 行好再见啊 爷爷拜拜啊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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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啊 嗯 好 来来来吧 你要玩哪个你说 打子弹的 电池要装电池的这是 这也要按电池呢 漂亮呀这个墙 哦 玩这种墙 爸爸玩的都比儿子开心 对 对 敲的玩的 你坐在那自己敲一会 破坏大王开始了 疯了疯了 这就玩疯了 可是太多了 他到后面就不玩了 是的 嗯 高不高兴今天啊 高兴 我们睡觉吧 好不好 哀求这是 睡觉吧 求你了 你来啦 哦 来了呀 哦 好爱啦 你看 多少玩具 还是很开心 哦 哦 咋这么多玩具啊 咋这么多啊 他的药要吃吗 对 他要吃 吃了没有 下午八点钟吃了两包 嗯 可以 但是他今天中午吃的特别少 就吃了这么点披萨 然后下午就喝了 他那个小碗喝了四分之三吧 你累了吧 应该 我累了 我瞌睡了 戴娃娃比上班累 表现还是不错的 这次生病之后 整个之前的过程都是爸爸在参与 爸爸也是一个成长 然后加进他俩父子之间的感情 觉得特别好 你心疼爸爸吗 心疼 那你还故意整我 你整爸爸了没有 你整爸爸了没有 没整 怎么了 已经整了 你怎么整爸爸的 使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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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爸爸带着一乐堂 带着一乐堂 快睡觉 快睡觉 我们睡觉吧 好不好 好晚了已经 你们三个小 Party 哎呀 你看 刚病了 你需要睡眠 翻炸 Exodus 当然 我也爱你 你 widz guy 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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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玛丽奥那真的无法无天了 那有人照着她 那肯定那更就不听 不听我的 带她玩一下可以 你要这种生活在一起 那就肯定有矛盾 不现实 三个男人在一起 那不疯了吗 爸爸当家还有你爸爸 有他爷爷要回来了 重点是你在你爸爸那里 你说不上事是吗 他基本上不会听我的 但是他听孙子 我听孙子的 听马利奥的 他听孙子的 孙子听你的 你听 我听他的 一个完整的食物链马上就要诞生了 你觉得你跟你爸爸的最大的矛盾会是在哪里 就是我们的想法理念这些很有很大的差异 就是没有相同点 除了吃肉这件事情上有相同点 就是他也喜欢吃肉 他也喜欢吃肉 剩下的很多都差距很大 你比如说在一个房间里 这个房间很热 他不让开空调 然后又不能开窗户 马利奥在这开窗户的话 会那个风也会着凉 那你会怎么办呢 比如说你明显的已经觉得儿子已经开始出汗了 我就还是会开空调 如果你真的开空调 那你爸爸会怎么样 他会跟我就争吵 然后呢 那你会怎样接着 有时候我就妥协了吧 大部分时候是妥协的是不是 就是现在我的这个岁数呢 我就对 妥协了 那这个时候就是儿媳也不好说什么 去年你能在旁边说什么吗 如果有这方面育儿理念的差异的话 我就是开另外一个房间的窗户 不能开门吗 开门也不行 开另外一个房子的窗户 让他尽量通风什么的 是这种 大家真的帮忙想想办法吧 就是跟马尼奥说 让马尼奥去跟爷爷爷 我太热了 我心里难受 马上开 买十台空调 吹 给我吹 我可能有点不一样 尤其是有了孩子以后呢 我父母想要管一些过度多的事情 我会控制的 我会把现话清楚 就是我希望你可以给他爱 但是有一些规则 如果我订好了 你可以跟我出一些意见 但决定是在于 我具体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第二个孩子 他是新妻的 好 这个是我答应过我老婆的 就是我们上幸福的时候 就说如果有了第二个 我们新妻 我说可以啊 没问题 然后我告诉我爸爸了 然后他说那很奇怪 我说你就不用想那么多了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这个孩子是我的比较重要 他姓什么都不重要吧 所以这个是自己的父母 应该要自己花这个线 对 这是陈炫的方法 魏晨你有没有什么小方法 我觉得这不挺好吗 这不就是生态吗 这就是大自然的力量 我们不要打破这个力量 他这是没有孩子 不是 不是 我从小就是在这个食物链里面 长大的 我觉得这个食物链里面 孩子是很幸福的 因为他知道这个家应该听谁 我跟陈炫的方式是一样 我觉得小技巧可能当下可以 就比如说让玛丽奥去说 但它不是一个长远的事 如果你希望这个事情 相对以后会简单一点的话 可能还是要跟爸爸画一个界限 比如说是我当时那个空调的事情的话 我就会温温柔柔的和和气气的 就一直强调就是要开开 不行孩子太热就是要开 这是我的我的方式 你的方式是对的 其实我就一直跟大家说 这个隔代教养 其实你也不用苦恼 就是记住一点 就是爸妈是主角 隔背是辅助 他就是来辅助你的 你不要期望他真的各个方面 真的做到像教育专家一样 他能帮你带就很好了 所以最后一条就是感恩常在心 有爷爷奶奶外观 他们都身体健康 帮你带孩子 这是多幸福的事情 别再吐槽了 然后最后就送给爷爷奶奶 就是多学习新思想 多学习新知识 现在爷爷奶奶也会看我们这个节目 会看的 看完以后 爷爷以来 爸爸就说我心里难受 这确实是一个长期的事情 然后马阳反正 接下来可能就是你要好好